接下来这个主题是 为什么我们的多样性会开始下降 其实物种多样性下降 你们不要一开始就怪人类 因为有自然因素 生态上的多样性本来就会自然界的下降 比如说火山爆发啦 台风啦 所以大火地震啦 气候变间更是 例如说上一次冰河期 有多少物种绝种了 所以自然界本来就会出现 多样性起起伏伏的变化 可是在200年内的生物多样性下降 绝大部分真的是人类弄的 因为我们工业革命了 所以人为干扰就是所谓的人祸 不外乎以下几个做法 我们破坏了气地 我们过度采集捕猎 我们污染环境 我们引进外来一种威胁的本土物种 其中这四个当中 以第一种最为重要 因为生物没有了气地 就没有了机会了 为什么呢 有气地 生物才可以在气地繁殖 繁衍出子带 有了子带 这个种族才有希望 这我可以誉为 叫做富裕生物的三部曲 先有好气地 它就可以繁衍出子带 有了子带才有希望 简单简单一下 有气地才有子带 有子带才有未来 你不觉得这个口号 好像我们政治任务的证件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口变少 少子化是国安危机 怎么办 我们真的什么 先要有房子 有房子 你才可以安心的结婚生小孩 有了小孩 国家就不会少子化 国家未来就有希望 所以先有妻地 再有子带 再有小孩 就是我要先有安居乐业的家跟考工作 然后你就可以安心生小孩结婚 然后讲完长大之后 为国家经历分心理 国家才有希望 哇哦 所以我的政策就是 喂 好像这个政治正见 我要怎么安居乐业呢 好了 就看这些人们怎么 这些政治人物们怎么表达 我们就回到生物上 好 那我们找几个图片 来增加我们人为干老的一些印象 你看很多台湾的山坡上 都被开吓成槟榔田 因为槟榔是高经济作物 所以槟榔田开吓下去之后 生物多样性少很多 物种不见了 生态系统极度也低了 因为槟榔树枝 长得很单纯 它的树脑保值很差 所以它也没有树洞 所以可以在槟榔田中生长的生物 很少 所以生态系统极度低了 物种极度就跟着低了 好 接下来这是台湾的梅花路 它被滥捕到 台湾已经没有野生的梅花路了 所以你会听到说 哎呀 不是墾丁跟绿岛还有野生梅花路 但是后来复育后放养的 也放的 台湾当时为了复育梅花路 其实发生一些事情 我们复育台湾还有梅花路的时候 早期台湾 还会把梅花路送给国外的动物园 所以国外动物园有梅花路 后来我们要复育梅花路的时候呢 就跟国外的动物园联络 能不能借还我们两只 我们要配种 然后好了再还给你们 不然我们要增加我们梅花路的精英多方性 所以要给你们借回来 其他动物园其实会愿意的 因为互惠嘛 我今天借你梅花路 那你们台北市地动物园 也借我们其他动物园 我们互换 好 梅花路 接下来这是外来一种 这是福寿罗根 这是福寿罗软 还有布袋连 当时布袋连 有些人认为它的花很漂亮 就引进台湾了 结果造成什么现象呢 各位这不是布袋连的草原 这是个河道 布袋连是水生植物 下面是水 只是这个水面全是布袋连 所以晚上还能 哎 草原就走下去 溺死了 哇塞 这可是河流的表面 所以它把整个河道占满满 那其他的水生植物怎么长 怎么糊 所以它就排斥了本土的植物了 好 那这是污染 那我特别挑的是 我拍到的北海道的污染 北海道日本人都觉得他们 我们都认为北海道 是个不错的环境 然后日本人有保育的观念 可是他们这边一旦有污染的 各位请注意 所有的地方都有污染问题 在环保的国家也都有 所以他们必须要想办法 所以他们用这个拦住垃圾 然后会定期来捞走 我看外面来捞 那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么多垃圾呢 因为我拍的这个地方是观光圣地 观光客通常不会爱护当地的环境 因为那不是你的家 甚至你家你都不一定爱惜了 很快去别人的家 对不对 你家附近有没有乱丢垃圾 狗都到处大便之类的 好啦 这是北海道的环境 不要垃圾物来 另外我干嘛给大家看一只毒蛇呢 因为有些人认为看到毒蛇 要把它杀死 因为毒蛇会咬死别的人 所以有些人就看到毒蛇杀死 看到毒蛇杀死 殊不知你杀死光毒蛇 这个生态气反而失去平衡 其他的物种跟着遭殃 所以维持它的平衡就好 你不要滥捕滥杀 好 另外就是 有些人为干扰造成了一些寄生虫 像这是线虫感染流球松 流球松就被感染就死掉 所以偶尔就看到松树打点滴 那是杀死线虫的药 那线虫为什么会感染流球松呢 它有中间寄组的 是天牛 天牛会咬木材然后残卵 就顺便把线虫尔卵带过去了 这是流球松被天牛传播的线虫感染了 就知道流球松大量死亡 也许会灭绝哦 好 那以上这些都是 人为干扰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几个例子 我们的五之三就说到这里了